结合农村蹦蹦车由东风打造出移动式的派对 在盛产柑橘类水果的东风又临下野餐 打造属于东风的地方庆典 2021东风休闲农场区 持续举办第二届的193时光季 邀请了东风地方的表演团体火力乐队 飞扬舞蹈团 玉璃返乡青年DJ苏佩等共享盛举 因于疫情 预浴将分散游客维持时光机关力 运用农用蹦蹦车穿梭在东风地区 将主会场分散东风四大景点 体验彩自首菜 东风柑橘类蔬果的柴果乐 集结东风休闲餐食业者产品 共同推出新式餐盒东风时光胶囊 就是这个 那里面的内容物有我们的客家特色 梅干绞肉 菜骨蛋 还有我们研发的柚子蜜汁鸡腿肉 你们尝尝看还有些青菜 还有麻婆豆腐 你们等下吃吃看看 看看我们江架煮的菜 会不会比都市的口感是怎样 从玉璃火车站旁边的花年客运 玉璃站只需要15分钟 就可以到达东风休闲农业区 结合了宜居青年团队 宜居实验室 打造的193公车小旅行时光路段 结合东风地区的业者 风潮式特性 有力游客搭乘公车 就可以上山体验柴果乐 以及食农教育 大家有这一天的时间 来这边走访我们 深度的来我们玉璃 东风这个地区 来感受一下乡下的这个环境 就那个时候我们有两个很想要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想要让石宫 这一个有点像是传统的庆典被 其实就是以前啊 以前带地人就大跟石头就大 然后让小孩好好长大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我们就是想要行销 我们东风的柑橘类的产业 特别是柚子啊甜砂橘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第一届就用这里专有的 例如像很多很多的柚子栏 很多很多的蹦蹦车 然后去做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绕境 然后这是比较聚焦在体验上面 就是旅程上面 让消费者更深的去感受到 东风修区业主的内容 结合了东风自然天然景致 举办户外餐会 预计在四季推出不同形态用餐 以及活动场域 打造可移动可复制的特色餐桌 户外餐会集结东风柚子林 稻田河畔铁粪瀑布等等 结合了东风特色地区 打造可延续性并且新形态的餐桌活动 提供游客不同以往的国内旅游模式 记者高雄雄玉里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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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